大家平安 今天是眼光进度 进到约有数的第二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先上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面前 通过聆听阅读 你话语能够更深的明白心意 帮助我们能够照明的指引来行 向你先上祈求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我们要来看28到32节的经文 28节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火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夜华大尔可谓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夜华明的 就必得救 因为照夜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 一路杀人必有逃脱的人 在剩下的人中 必有夜华所招的 好我相信今天的经段 再读 好像有点耳熟 甚至 就很认真抓住这样的应许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回过头来一点 稍微思想一下 在以色列当中 其实有这样的习俗 用油来高抹 其实是一个就是被拣选的记号 也常常会跟上帝的灵是连在一起 所以有这种说法就是被神的灵来浇灌 或者是被神的灵来高抹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语言 但是很有意思是这边提到美好的景象 在地上好像所有的神机都重新恢复了 原来其实在整个宣誌书当中 不断就提到神的话语 灵道要审判 但是这里却讲到会有更大的福气 来到圣地百姓的中间 圣灵会浇灌 而且更有意思是 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而且是不分 性别 一定要记得 其实在圣经的整个背景当中 这不是男女平等 并没有这样 但是这里提到是要给每一个人 好 然后也不管他是老年人 少年人 或者是他有怎么样的身份 圣灵会浇灌在他中间 重点是要让他们能够跟神 有紧密的关系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不再是审判而已 那些倚靠耶和华的人 会得到神大大的四福 所以我们可以来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 因为神的灵浇灌我们 我们很多的时候求都是求恩典 给我平安福气 各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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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应该只有这些 当神的灵浇灌 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明白神的心意 上帝应允他百姓 会赏赐这样的恩典 但是重要不是 我们要跟神要什么福气 或神会赐一下什么福气 而是我们需要跟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 要与神连接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听到美好应许的时候 或许就想 那我有份吗 我是不是愿意在其中 愿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 我们向你先让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通过 约尔书第二章的经文来被提醒 祝你的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主帮助我们更深刻目 不是刻目中有四福而已 而是刻目能够跟主你恢复 你所创造那美好的关系 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的心意 想象祈求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